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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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视频 神仙打架 美国蓝蓝鞋训赢 EVSE单条训练精华剪辑 时长约5分9秒 腾讯体育训北京 时间9月4日 美国蓝鞋公布 了参加9月世界杯预选赛的14人训练营名单 其中有10名球员盯战过2017-18赛季的NBA 还有两位此前曾经参加过预选赛的球员 这次选赛的训练营会在当地时间9月6日 于拉斯维加斯大学的门凳霍尔中心开启 最终会从14人中选出12人 代表美国队参加9月14日对乌拉圭 以及17日对巴拿马的比赛 而14人的训练营名单 是由美国蓝鞋训赛委员会选出的 他们分别是 雷吉克恩大机流发动机 贾米尔沃内伊德克萨斯传奇 布莱斯埃尔弗 德克拉克马城蓝队 德温培根黄蜂 VJ比奇姆自由球员 乔 战克劳福德提湖 亨利埃伦森活塞 以赛亚希克斯尼克斯 达卡 利约翰逊自由球员 弗兰克梅森国王 本摩尔文恩报 疯狂蚂蚁 查 森兰的二首都150 特拉维斯特莱斯熊路 德里克怀特马次 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将由杰夫巴嘎迪担任 在2017年的美洲杯比赛中 他大领美国队伍战胜夺奎 但在世语赛首轮的比赛中 他们却输给了墨西 隔一场 最终战绩仅为武胜一副 发展联盟为斯特切斯特尼克斯主帅麦克米勒和前乔志诚大学教练约翰汤普森三 是将担任大甘迪的助理教练 赛甘迪也就此接受了采访 鉴于9月的第二轮比赛 标志着世界杯预选赛中 最关键的部分开始 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那些精神坚韧 富有经验的球员 第二轮的所有比赛都会是非常艰难 充满竞争的战斗 阿根廷 巴拿马 乌拉圭都非常出色 而且训练有素 很高兴雷吉赫恩和贾尼尔沃内衣能够回归 他们已经体会到这项赛事的艰苦 通过寻找在NBA和国际赛场上表现出色的球员 希望可以建立一支高水准的美国队 去赢得2019年的世界杯 山丘